2022年,在這新的一年 Spicy Boys將向大家介紹12位平均年齡僅20歲的體育鮮肉軍團 這次的主題將分為兩集 一集介紹6位運動員 話不多說,馬上開始 今年,你一定要認識的名字 三浦孝泰 三浦孝泰的父親是日本知名的足球運動員 但19歲的他並沒有跟隨父親的腳步 他選擇走自己的路,成為一名格鬥家 他在去年的12月31號 以格鬥賽事Reason33作為職業生涯的首場比賽 賽前的記者會 三浦孝泰已經展現了出生之獨不畏虎的自信 正式比賽時,相較於對手花俏的亮相 他呢,只有簡單的示意而已 這種沒有經過刻意設計、自然大方的舉止 反而令人印象深刻 這樣的三浦孝泰,隨性又帥氣 最後這場比賽 他僅僅花了180秒便擊敗對手 取得職業生涯的首勝 獲得勝利後 他立刻衝下台和父母親擁抱 有別於賽場上的氣勢凌人 那一刻,他又變回一個19歲的可愛大男孩 他說 我會向父親成為足球之王班 未在未來成為格鬥之王而努力 去年東京奧運 日本選手喬本大會粉碎了中國在全能體操項目奪冠的夢想 不過,才幾個月不到 這位體操小將便在世界體操錦標賽上 以些微的差距 從喬本大會手上拿下世界第一的頭銜 人們相信在接下來的國際賽事 一直到2024年的巴黎奧運 他們兩人將一路纏鬥 帶給我們精彩可奇的比賽內容 而相較於多數運動選手在面對鏡頭時的羞澀 張博恆則顯得洛洛大方 同時,他也更懂得如何讓他的粉絲愛他 是吧 他的確知道自己的魅力在哪裡 也許下一個運動明星又要誕生了 提到新生代的排球男神 名單裡絕對有這一位 他是來自南韓 被譽為排球界金秀賢的林承正 林承正在高中時期 就已經是帶領球隊奪下冠軍的關鍵人物 在剛成為大一新生的時候 他又拿下了當年讀的最佳新人獎 他的排球之路可以說是一路走來十分順遂 23歲的他現在效力於南韓職業球隊 攝影機愛他 他的鏡頭超級多 因為他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 當然,他的粉絲更是愛死他了 球迷難以抗拒他無邪又帥氣的外型 以及那攻守俱佳的球技 Sufasa Valao 小名叫做Est 年紀精精才20歲的他 已經是泰國最頂尖的游泳選手 在去年泰國國內的錦標賽中 他一個人就強勢奪下了男子50公尺、100公尺和200公尺自由式三個項目的冠軍 有趣的是,這位傑出的運動選手有一個怪癖 那就是他不喜歡在海裡游泳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他不喜歡在那種看不見底的地方游泳 他覺得很可怕 除了游泳,他也嘗試演戲 他可愛的奶狗臉和晶食身材被戲劇製作人向重 出演了BL劇《不其而愛》 他在劇中的表現雖然還是略顯深色 但是BL劇重點從來都不是演員的演技對吧 首次演戲的他 在劇中也獻出了螢幕的男男初吻 就是這短短二十幾秒的影片讓他在抖音上爆紅 許多中國網友都在問這個穿著黑色短褲的小哥哥是誰 其實今年22歲的他 私底下與一般時下的年輕人並沒有什麼差別 他喜歡玩社群軟體和網友互動分享自己的生活 但是在比賽場上的他,卻是這樣的 差很多對吧?不要懷疑,都是同一個人 聊玉系猛寵是他 正氣凜然,呼呼聲風的朗朗少年 也是他 他是杜宏傑,曾獲得世界武術冠軍的… 抖音網紅 黃善宇 韓國泳壇橫空出世的怪物新人 18歲的你在做什麼呢? 18歲的他在去年東京奧運100公尺自由式準決賽中 打破了七年前由中國選手寧澤濤創下的亞洲記錄 順利挺進決賽 雖然他最終只拿下第五名 但這已經是65年來亞洲游泳選手的最佳成績 同年底的世界游泳錦標賽 他一舉拿下200公尺自由式冠軍 這是他個人的首面國際賽金牌 未來,究竟這個強勢的後浪有沒有辦法繼續壯大 最後推掉前浪 成功突破被西方選手長期載制的國際泳壇 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集的六位選手 誰是你的最愛? 歡迎在底下留言 下一集有韓國藍壇的現在與未來 日本的混血排球少年 還有,才20歲就已經拿下奧運獎牌的意大利游泳選手 以及更多的體壇新秀 千萬不要錯過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